侯比佳佳 我是维佳 还有这么多期的节目在这个景这里 可能大家都很好奇 究竟我这个房间 说来干嘛的 有多日吗 是你家里吗 游戏间吗 造访吗 酒后避难所吗 多功能影音娱乐厅吗 都是 今天我就来展示它的另外一面 来跟大家说一说 从夏天转到秋天 我们该怎么换季 应该怎么样去收拾衣服 把我的一些高级体面不穿的衣服拿出来 看一看我都花了一些什么样的冤枉钱 先给大家个赞加关注 我们来收拾起来吧 来 各位 这里是两个放衣服的架子 然后这个简易式的布衣架 是我另外加上去的 本来这里是一个榻榻米的小床 但现在已经不能睡了 但是我非常机智的在这里加了一个投影仪 所以这也是可以看电影的影音房 是不是很锁啊 对于一个鼻炎患者的尊重 是要戴上口罩的 不然的话我会打喷嚏 打到你们要把我隔离起来 我们今天看一下会清多少件不穿的衣服 大家可以在弹幕那里回一回 你觉得我会清了多少件 10件以上的回1 20件以上的回2 30件以上的回3 这一条裤子其实是蛮失败的 因为一点都不好穿 这个军部很硬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 主要是我胖的穿不了这个 这些还要的好不好 这些就不要趁机也来收拾一般家里面 变黄这些 就你基本上可以把它舍弃掉 我想不到为什么我之前会买这件衣服 这很旧 都有很经典的李小龙跟叶问 红老板 RDET 哇这个非常牛逼跟Southfinish的一个联名 会广东话的 把这一句话翻译出来 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这Print杖是已经旧了 脏掉的 你看这些芝麻街的 其实你现在基本不会穿 OK 这个大巴黎的 当年买的一件长梯 这个其实也蛮经典的 还可以留着 Nike的T恤 还能再站一站 RDET的 也能再站一站 有的是又姐的这里 让我们看看这里 这蝴蝶现在就这种元素来的很快 衬衫其实都挺适合穿的 就可以站很久 再来翻一翻这边 你看这条裤子 我是基本上不会再穿 都不懂为什么 那时候要买一条这种裤子 是紫色的 我想不通 这条S-KID的当时 我还蛮喜欢 但是我穿不下了 不好意思 之前年初的时候还比较瘦的 一下子我已经比较胖了 哎呀真惨了 这些也是之前在 多三季买的长梯 这种已经站的很旧了 这一层很简约的 一般都是能穿的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数字的话 我都不会去舍弃它 其实这个真的是头脑发热 因为这个颜色穿的 真的很不好看 当时买这一件 差不多花了我一千块钱 这这么绿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不记得 我有一件这种T恤 这么大的绿色T恤 谁放在这里 我去 不会吧 谁放一件这么大的绿色T恤 在这里 管我 等又姐回来问问她 谁放在这里的 对不起 爱是一道光 我自美妙 只因我们想要的微妙 好了 那么其实这一次清理 只是我临时的一个清理 配合拍摄 在之前 我也清过一次了 拍完今天这一期之后 我还要再清一次 待会不会全程拍完 不然的话 我可能拍半个小时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这里有多少件 好不好 首先一件 两件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件 但如果我彻底的去把它清的话 估计会有三十件以上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去清理衣服的一些小的经验 首先要淘汰的T恤衣服就是一些 你不合身的衣服 你都不合身了 你要留着它干嘛 你想我这样子都已经穿不下了 但我可以留着给又姐穿 又姐狂喜 你可以送给你身边的朋友穿 这也是OK的 第二 整个春夏你都没有再穿过的一件衣服 你衣柜里面那一些跨记录T恤 就算再高级再体面都好 不会再穿的 我知道你们念旧 有念旧屁在这里回一波衣 我也会念旧 所以才这么多不舍得轻 哎呀 这衣服我穿过去哪里 做过什么事情 哇 这衣服是哪个品牌的创始T恤 哇 说不定那个品牌以后成为Archive之后 这衣服会涨价 不会的 它只会让你的衣柜涨成 第三 一些因为一时冲动而买的T恤 这一件Supreme的樱桃 真的这个颜色很难搭 就连我这种肤色那么白的人穿上去都觉得很奇怪 就感觉很成就的样子 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不是太旧的情况之下 可以放上嫌疑去卖了 或者送给你的朋友 第四 一些来得快去得快的花俏的款式 这一些颜色的工装机能裤 当年买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一些比较突突的潮流元素就这样子 来得快去得快 大家可以说一说 今年你有看到哪一些来得快去得快的元素 我先说蝴蝶 太多蝴蝶了 一下子大家一涌而来的蝴蝶会把你淹没掉 然后很快你就觉得满街的蝴蝶你又不想穿了 譬如还有优衣裤的一些联名T恤 像今年出的比里 一些动漫联名 像这种Jom这种 可能动漫也会很喜欢 但是真的会来得快去的快 那我觉得就穿了过过瘾一两个季度 你就可能再也不会拿出来了 所以这些T恤真的不要买太多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冲动买过哪一些衣服 记得给我点个赞来个三连 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衣服值得让我留下来 首先第一 简单的 简单的T恤有个好处 只要它不是太旧 你可以拿来当睡衣 可以拿来当内搭 都OK都没问题 所以买T恤大家尽量买简单的 耐看的就OK了 除非它真的很少年喜欢 第二 一些高质量的厚实扎实的T恤 比如说优衣裤的这一些UT呢 它很重磅 它很扎实 那这一些T恤呢 其实只要它不是变色的很厉害 或者说领口损坏的厉害 或者痒的颜色变黄了 你都可以留下来继续穿多一季 第三 一些摆着的款式的裤子和衣服 我记得在上一年 上上一年很流行西装裤 黑色西装裤 宽腿西装裤 其实到今时今日 你还能在街头上面看到 很多人穿这些衣服 这些裤子这些衣服穿来舒服 而且好搭 买不同的剪裁 合适款式 就OK了 可以让你占很多个季度 第四 如果你真的很念旧的话 那就留下一些特别的牌子 特别的款式吧 像我刚才逗的一些T恤 我是不舍得留的 因为他们每一件我买到的 我觉得很有心思 我还有就是一些特别的牌子 可能我觉得它做工很不错 它硬碟化很不错 我都会私心一点把它留下来 对 又长成了 好了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如今是一个容易带节奏的年代 其实很矛盾 我一边在推荐好的单品给大家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买东西的时候 充分考虑 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 好的东西应该是你能用的久 而且用的适合 当它没用的时候 别人也会享用 不要被消费主义冲昏了头脑 也不要因为便宜而造成了浪费 喜欢节目的 记得点赞不关注 回来到第三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的